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 包括行政、立法、司法部门 都应该执行美国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 美国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主臣部分 理应严格遵守美国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 美国众议长作为美国政府的三号人物 乘坐美国军机串访台湾地区 绝不是什么非官方行为 美台勾连挑衅在先 中方正当防卫在后 面对美方罔顾中方反复严正交涉 自以妄为 中方采取任何反制措施 都将是正当的和必要的 这也是任何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 美方应该放弃任何打台湾牌的企图 言行一致 不折不扣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 将由美方负责